本港首次發行的通脹掛勾債券iBond 接下來星期四會發行 星期五就會在聯交所上市和進行買賣 雖然評級是3個A 但認救反應不算踴躍 總共收到15萬5千多份申請 凡是認救44手或以下的都獲得全數分配 至於認救44手或以上的申請 會先獲發44手 抽籤後13份申請可以獲得分配多一手債券 政府發言人說 iBond的申請反應符合市場預期 相信這次發行 有助提高零售投資者對於投資債券的認識和興趣 促進本港的零售債券市場發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宙報導